一个微博呢 他诉苦 他说运动员不容易 我能理解 但是他没有道理 包括他说中国足球不需要键盘侠 需要懂行的人的真知灼见 这句话放在这也没有道理 第一作为一个普通的球迷也好 甚至就不是球迷 就是中国人 你踢不好 他骂街 你要求他懂球是没道理的 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足球圈那是怎么回事 或者这个行业运动规律应该怎么样 或者中国足球怎么搞就能搞好了 他需要知道吗 他不需要 他就知道国足又输了 人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怎么能要求他们都懂你 这行的规律 要求他都热爱你 龚汉林就代表了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 就是他不需要懂足球 他就看你踢的臭 就骂两句 难道他没有这个权利吗 中国人都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我 我觉得龚汉林没有问题 因为龚汉林没有提建议 他就是骂你臭 你踢的臭 这是事实 你能帮人说事实吗 他没有站在一个人大代表的角度 去给你中国足球提建议 如果说他提建议 那叫外行指导内行 那胡来了 因为提建议就涉及到了专业知识 你没有专业知识就不能提建议 你提建议就让人笑话你 你咱们 怕是不专专人的 但就把鸟里喘了 因为你会拿来 很专专专业知识